领展旗下的月租停车场 今个月起平均加价近一成 有团体发起汽车游行 要求领展凍结租金 反领展车场疯狂 加租大联盟大约20架车 由元朗公园北路出发 駛去观塘领展总部 抗议领展连续三年加租 其中天水围的停车场家幅达到一成二 他们要求领展凍结停车场租金 有职业司机说天水围天华村的停车场 三年来的租金由1400几元 加到2100几元 比公屋租金更高 但是附近没有其他停车场 被逼要租领展停车场 住屋入息也不会高 已经比租很惨 现在还要说停车场的租还比 那家屋的租金 根本不可能生活 周围都没有停车场 好像烂地的都叫你排队 都没有你排 那你怎么呢 现在迫着要排队停车场 是啊 真的是被逼的 就是人人汤